继续来自中博乡给问华冬的消息 为了孙德青 特别喜爱的水菜围 为了在庚乡的特殊表现 受到历史界的困境 依人们回汇与风景危险 中博乡嘉宾文化馆 尼多摇车店 特别店主 花菜联星 孙德青 技工疫苗高店 欢迎大家赞来观赏 独乡于水卫卫 为了一四人的水菜 以政策水卫为作在庚乡的表现 受到历史界困境 孙德青在家里高中 永生美出其错 老师陈泽 特别来过来 她的启蒙老师 说一说话 但是叫中博有一个超根超老师 她的科大学时是超根超老师 是我们中博的老师 她出了之后有一段无味道 想到结果时 她很认真在那边 得到很重 现在还是我们台湾 很少的丹南博乡的评审委员 她现在是国际水菜会的副绘典 所以这次回来 让我们家里联合民族 很刺激的 有地方性 有人性的度 欢迎大家说这样来参观 孙德青 政策水菜为作 在公英的表现 特别良感 依人文 灰灰 风景 水手可得之水的地质 都可能先为水菜会的表现 什么 我们周边看得到的 或是说手蚌的东西 有没感的 我都会把它 拿来做我的题材用 水菜嘛 最做的那些 和博在座上就好了 那就是水菜化 因为这种最基本的 有的就是说 我就 原料就叫他 博去 抓上面 但是 其中变化很多 包括说 你的水分 多少 水泽水旧 效果不一样 原料节 原料酒 效果不一样 水菜 因为较多 你沒辦法做基礎 做到整個高高的這樣 所以最好的表現就是光營 我是覺得水彩 不管你什麼題材 光營很特別 很清楚的話 就是最好的 所以光營 我把它規劃說 是水彩的最基本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的孫老師 他的那個美術資歷 非常的豐富 而且參展 而且還獲展 那也無數人 那其實剛剛看了一下 我們孫老師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真的是腦中 會出現很多的驚嘆號 你知道嗎 為什麼水彩畫 也可以畫到這種地步 真的讓人家 覺得好棒的感覺 那我們今年總共一文邀請長 兩黨而已 那孫老師就是其中一黨 所以非常謝謝我們 李國聰李老師的牽線 也謝謝我們 全部鄉嘉賓論法官 你都要請電 特別電池 華菜林星 孫澤青 李鵬一求 國電 歡迎大家來欣賞 謝忻新聞 創民黨 中文鄉 採用不得 That 他